台南市六甲,農宜善与文化勇士发展表演 在今天10月13日,在六甲,现状共大媒情基盘修处 六甲蜜春蚝蛙子,现场有蚝蛙文串商品和市集 还有远道贫团来的寡秋微微,既然很多远道来的幽客 由北门国中,泰国队表演开场 虽然有舞蹈团表演舞蹈胸东政策 另外一边还有小旅行,坐着三年车游蚝蛙航一人 名为柯田时光 台南市长,夫人刘一清老师表示 今天非常热闹哦 北门的如珠沟,很多很多的好朋友都来了 代表这边的蚝蛙真的很新鲜又好吃 鱼港的一个人情味特别浓 那你来这边不仅可以拜拜之外 翁牙拜拜,翁牙的宗教信仰之外 那让我们如珠沟来吃吃我们的蚝啊 新鲜的蚝啊 然后买回去料理也可以 在这里吃点心也可以 希望你们常常来 因为这里就是产地 然后呢,产地直送最新鲜最好吃最先甜 那今天也代表市长,韦泽市长 来卢竹沟来参加蚝啊祭啊 真的是非常棒 我们总干事真的很热情 而且是青龙哦 那我们东龙沟的总干事也是很在地 对我们这些蚝啊祭的文化非常非常支持跟赞同 所以请大家不要忘记了 劳灯只有劳 nowadays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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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們拔問區我們路德高的地圖 我們辦的蚵仔圖 我們是有我們魯族高的產業文化推廣協會 他們所次的舉辦 我們知道我們台南 我們拔問的路德高的蚵仔 可以說品質非常好 還有一個重點是我們這些蚵仔 他的養殖方式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他的養殖方式 他的肉質因為養殖的天數比較久 所以他的肉質很頂端的 非常的有彈性 所以在這裡也是這個機會跟大家說 你如果要吃桶新鮮 品質桶好的蚵仔 歡迎我們來辦問路德高 絕對讓你指揮票價 台南市路德高農宇三家文化 湘西發電協會的理事長庫英人表示 非常感謝今天我們那個 魯族高 漁村蚵仔節那麼多的一個朋友 來一起參與這樣這樣流淚滾滾 我們今天10月13號 魯族高蚵仔節正式開幕 正式的一個起航 同時我們也發表了我們在地的一個 魯族高蚵仔寶寶的一個公仔 然後以後他會把它放置在我們 魯族高的一個科學園區 然後也歡迎大家來找蚵仔寶寶 一起來互動這樣 我們今天的活動正開始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我們一個魯族高 一個小漁村的一個盛事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很熱情的 做會來到老 今天在外長中也發表七款的 蚵仔公仔文創品 相當精緻 要給蚵仔節和蚵龍 滿蚵仔的工具電視 讓你了解你吃到餐桌上的蚵仔由來 另外四級有國色商品提供你 多樣的選項 今天有台南市長福音劉一清老師 北門區長長正龍 都叫主比威達和克爾長所長 蚵仔室議員和劉毅議員作例 上貴賓共人勝負 一上次 東北門新聞慢報道